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杨子一幻新造型团队,时尚风格大变引争议。 杨子作为90后女演员的领军人物,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。 她凭借欢乐送香蜜、沉沉浸如霜等剧走红,成为了当红炸子鸡。 然而,她的造型却一直被吐槽吐气、老气、毫无设计感,不符合她的年龄和地位。 近日,有网友发现杨子的造型风格突然大变,不再是以往的马卡龙色系和沙群仙女群。 而是尝试了黑色蕾丝连衣裙、路肩礼裙、深色细卫衣等不同风格的服装。 看起来时尚感和高级感都提升了很多。 网友纷纷猜测杨子是不是换了新的造型团队,因为她的新造型师不仅有来头,而且实力也不弱。 据悉,为了提升自己在商务方面的价值,杨子花重金更换了自己的造型团队,新的造型师团队对于深知杨子的优势和短板。 在打造妆容和着装上面也是扬长臂短,整体造型高级感提升了很多。 不过,杨子的新造型也并非完美无缺,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有网友指出杨子的部分造型抄袭了迪丽热巴,比如黑色蕾丝连衣裙、路肩礼裙、深色细卫衣等都是热巴早就尝试过的风格,杨子只是照搬照抄而已。 此外,杨子还被扒出了新绯闻。 之前他和肖战被扒用了同一辆车和同一个司机,引发了两人之间有猫腻的猜测。 这个绯闻尚未澄清。 杨子又被扒出和王一博在同一天也用了同一辆车,让人不禁怀疑他到底和谁有暧昧关系。 总之,杨子作为一个人气高、实力强、资源好的女星。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起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。 她的造型问题和绯闻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 都只是网友们的意想和吐槽而已。 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作品和演技,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 你对杨子的新造型有什么看法? 你觉得他是不是抄袭了迪丽热霸? 你对他的绯闻有什么看法? 你最期待他的哪部作品?